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EY学堂 五年前讲过香港垃圾不跌之谜 今天跟大家讲一集 今天的题目就是 关于垃圾量的升跌之谜 一集 五年前开麦的时候 跟大家讲香港的垃圾量不跌之谜 所以大家看到在2018年前 可以说是持续了 差不多有八年的时间 是持续垃圾量增长的 直到2018年的高峰就开始回落 在2019和2020年是录得负增长 所以今天就可以拍续集解释 垃圾量升跌之谜 关于2019和2020年两年的垃圾量下跌的主因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是来自工商业的垃圾 和建筑业的垃圾量的减少有关 我们还没有看有关家居垃圾 工商业垃圾的分类 建筑业垃圾的分类之前 我们先看看总数 这一幅图就用每一天的固体废物量 来做单位的 蓝色线就是整体的垃圾量 所以由2011年的低位 就是13,458噸一日 持续攀升 去到16,096噸一日 2018年高位 下跌了两年 2020年的新低 就回到14,739噸一日 大家可能会觉得 这个应该是和疫情有关 因为2021年又开始回升 其实这两年的按年变化 就录得是-2.9%和-5.7%的回落 所以幅度也不算很大 尤其是如果大家看 有关都市垃圾的回收 其实都是持续减少 所以实际上 并不是因为环保做得好 回收量增加而带动的垃圾量减少 反而是由于经济的问题 带动今次的垃圾量下跌 以下可以提供一些证据 这幅图我们就拆开 家居垃圾 蓝色线 红色线就是工商业的垃圾量 绿色线就是建筑业的垃圾量 紫色线就是特殊垃圾量 以下这个数据 都是根据堆填区所收到的垃圾量 即是没有包括回收的部分 所以大家看到 家居垃圾 其实在2019和2020年 是并没有明显的回落 反而2020年和2021年是继续上升的 去到最新的数字 是6,992噸 相反 大家看看工商业的垃圾量 就出现在2019和2020年的显著回落 而2021年又有轻微的回升 这个可以说明 垃圾量的持续上升 是来自工商业的垃圾上升 垃圾量的下跌 又主要得力于工商业的垃圾下跌 在年份上是互相混合的 当然建筑业的垃圾 也由2016年的高位 4422开始 就已经10级以下 去到2020年的最低是3418 这个高低的差幅 有差不多2乘3 而工商业类别的垃圾量的变化 主要在2019和2020年就有明显的趋势回落 跌幅分别有 按年是-4.5%和-11.9% 2021年再度回升到4,365噸 这个按年升幅又超过一成 给大家看看这些证据 就是工商业的垃圾量 其实是与经济活动高度关联的 大家看看这幅图 我们将工商业的垃圾量按年变化 红色线 与香港的GDP按年变化 红色线 红色线 与香港的GDP按年变化 尤其是在2019和2020年一起双双下滑 去到负数区域 然后到2021年又双双回升 若莫一成 这个关系 逻辑也很明显 工商业 所以都是与经济活动有直接相关 所以经济活动越频繁 制造出来的相关垃圾量自然越多 所以从今次的经济衰退时期 就可以解释到过去香港的垃圾量不跌之迷了 这个正正就是我五年前文章指出 香港的垃圾量不跌之迷 正正是工商业的垃圾量 长期都有增长 而且升幅都颇高 大家看看这里 差不多由2013年的6.6% 2015年的9.8% 2017年的9.5% 2018年的8.9% 全部都是高于5%的升幅 平均计 都是每年增长6% 比起香港的经济增长率 还要高得多 反映环保政策未有针对工商用户 所以工商的垃圾就变成 没有经济有因去减少 反而是越来越多 直到真的出现经济衰退 经济放缓 工商活动减少 才可以减少工商业的垃圾量 在2019年 由第三、第四季开始 香港的GDP就开始下跌 全年只有-0.4%的轻微跌幅 但是垃圾量已经跌4.5%了 2020年经济活动进一步收缩 四季都录得负数 全年的GDP跌幅是-5.6% 所以垃圾量的跌幅就超过一成 2021年经济回復增长 升幅也颇厉害 有8.2% 升的方向也跟垃圾量相同 垃圾的增长又按年上升10.1% 反映工商垃圾和经济活动的高度正相关 相关系数高达82.7% 所以这个理论如果正确 就可以预测2022年 垃圾量在工商垃圾带动下 应该又会出现一个较明显的下跌 因为2022年香港的GDP又再度按年出现收缩 其中经济衰退 对于厨余的减少是有危险的 所以如果我们再细拆分有关 都市垃圾的分类变化 我只抽第四个类别 绿色线就是属于一些异负烂的废物 相信指的是和食物类、残遇类有关 这就是在这么多类别分类之中 佔比是最高的 第二和第三占比较高的分别就是 蓝色线的纸张、纸皮、红色线的塑胶 而紫色线就是其他类别 在这么多种垃圾的类别当中 这种易负烂的废物比重这么高 而且是和经济的变化尤为显著的 你看到在2018、2019、2020年这三年 它都持续出现下滑 而且跌幅都颇深的 由高位4260吨一日下跌到3477吨一日 这应该是经济活动的收缩 影响到餐饮业 甚至乎自家的食物消费都有所减少 加上没有了游客限聚令 餐饮业不能够营业等等的因素 而在2019、2020年有关的这一类 厨艺类别、食物类别的垃圾 的重量是大幅减少的 其实它的佔比已经是 所有垃圾类别里面高达32.4%了 所以这一类有明显的减少 就带动整体的垃圾量减少了 相反,其实纸皮仍然在2020年 仍然是横行为主 直到2021年 反而纸皮是有明显的下跌的 塑胶一直横行 并没有重大的改变 相反就是其他类别 就出现了一个暗年 持续大幅上升 由2017年的352噸一日 急升到2021年的1827噸一日 好了,我们就最后讲一下 回收的成效 大家看到各类的回收 其实都比起2010年 是大幅减少的 我又选择了整体的回收量 红色线的纸张回收 和绿色线的塑胶回收 整体回收 大家看到 持续减少 由200万吨一路减少 到2020年的153万8千吨 2021年就有所回升 上升到184万1千吨 其中大家看到 纸张的回收也有下跌 塑胶的回收也有横行 当然 回收的量下跌 一方面 就受到整体的垃圾量减少 垃圾也少了 可以回收的也少了 事实上 如果根据环保局的数据 是回收的垃圾量 一直在过去几年 都保持药膜是整体垃圾的三成左右 所以都算是很稳定的 所以如果整体垃圾量减少 回收的量也减少了 所以反映就是回收 对于减少垃圾量的成效 似乎已经到了瓶颈 不容易再突破 最后就说一下建筑业的垃圾量 建筑业 大家可以从这个图表看到 它将它分成了四个类别 这四个类别分别是 佔比最大 超过五成 甚至六成 这个就是由公众填料 设施接收的公众填料 第二个大的类别 就差不多两成到三成 最新是到四成 就是运往工程 供直接重用的公众填料 而第三 占比就是7%左右 就是弃至堆填区的拆电废马 而最后占比只是1%左右 就是弃至堆填区的 廢气混凝土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自从有了公众填料库 或者是鼓励重用公众填料之后 其实超过九成的建筑秘密 都已经运往了公众填料库 或者是运往工程直接重用了 这就是因为香港的建筑物 都是以运营土为主 拆楼最大部分都是运营土 所以用了运营土 存放在公众填料库 或者直接 例如填海就重用了 就已经大幅减少建筑垃圾 运往堆填区 现在直接运营土 运营土 运往堆填区 就已经不足1%了 其他的垃圾就7% 所以控制在少于10% 建筑业垃圾 运往堆填区 最新2021年大家看到了 运往公众填料库接收的公众填料 是高达27,447噸 这个占比是52% 而运往直接重用的公众填料 就达到21,918噸 占比是41% 两项合计是93% 只有319噸的运营土 和3327噸的拆件废物 被棄置去堆填区 分别是占1%和6% 有些有趣的发现 大家看到2020年和2021年 建筑业整体的垃圾量 反而比2018、19年还要高 这个报告估计可能是和疫情下 相对较多的公司和商店 结业所造成的拆卸工程有关 我借用一份最近的研究文章 做了一个图表 大家比较容易明白是什么意思 这些建筑材料尤其是在拆卸工程 在建筑地盘里面 他们现在就有地盘的直接分类 和运往其他地方进行分类 所以加集了地盘直接分类 如果已经是自己地盘可以重用 就在地盘本身就已经可以直接重用 就是上高这个环 也有少部分可能是地盘自己用不回 就运去其他地盘重用 在地盘如果已经分类是属于 惰性的建筑废料 就可以运去指定的公众填料库 公众填料库也可以在教后时间 给其他地盘作重用的物料 只有一些非惰性的建筑废料 是会经过筛选之后 无法重用就运去对填区 这个就已经控制在少于10%了 大致上建筑业 就是用这个方法 就能够大量减少建筑业的垃圾量了 好了,今天的讨论到这里,拜拜!